在印度现在还有分 第一个叫婆罗门 就是做僧侣跟贵族 第二个叫查地利 就可以做军事跟行政的贵族 第三个叫废蛇 也就是印度各种商人 印度人是非常聪明的 他会做各种的生意 听说新加坡 穆斯塔法也是很多印度人 做生意非常好 听说还是24小时的 所以你知道印度人其实是很聪明的 但是有些印度人比较狡猾 因为他的民族性就是这样 第四个叫守陀罗 就是奴隶 也就是说在佛陀出世的时候 佛陀本身是尊贵的婆罗门出身 所以说做太子 但佛陀要打破这四种阶级 因为在印度教的思想里面 奴隶就永远当奴隶 婆罗门就永远当婆罗门 差地利就永远当差地利 佛陀反对 因为佛陀在世的时候 对古代的印度是一个很大的震撼 为什么呢 因为佛陀说 一切的众生都有佛性 奴隶也可以出家 他们是不接受的 他说奴隶就是奴隶啊 佛陀说错 他现在是奴隶 是因为他过去造恶业 业障没参处 福报不具足 可是他来生修的话 他还是会变婆罗门 他们不接受 然后有些吃喝玩乐的婆罗门 各位如果有去印度的话 你会感觉印度的文化很特别 它包含传统跟现代 什么东西都是两极端的 一个要么就是吃喝玩乐 忠欲主义很多 要么就是苦行主义很多 要么就是非常的有钱 要么就是非常的贫穷 全世界全世界选美 好几次全世界的美女 第一名是什么 印度女孩子 为什么 因为印度人他也拜师婆神 对不对 他们也祭祀 也供养 所以印度人你会觉得 他的相貌五官是非常的端庄的 对不对 可是呢 在古代 面对于吃喝玩乐 而且造恶业的婆罗门呢 佛陀就会献神通给他看 你现在是婆罗门啊 你断气的时候 你就是小狗啊 你断气的时候 就堕落到畜生道去啊 他们就吓了一跳 因为佛陀有神通 可以让他看到过去 现在与未来 所以佛陀认为 婆罗门永远不会当婆罗门 你的业是会改变的 那因为这样 所以在传统上 印度 师父参加过 印度人尊贵的婚礼 也在印度跟尼泊尔 婆罗门是做同一桌的 费舍呢 就做一桌 他们不可以做同一桌的 当然他们很恭敬我 我是师父 所以我也坐在VIP的桌 可是呢 守陀罗呢 进来的时候是要用柜子的 我就觉得这样不太好 其实他很心很善良啊 他也可以学佛啊 再讲一个故事给各位 我会去讲过 有一次佛陀渡了守陀罗出家 有一个奴隶 听到释迦摩尼佛出事了 他就不要做奴隶了 他跑去见佛陀 佛陀我看到你很欢喜 我可以跟你出家吗 佛陀说很好 善哉善哉善男子 你来跟我出家 他头发就掉了 就变成比丘 那在佛陀的智戒律里面 出家前的人戒纳比较高 出家后的人 要对出家戒纳高的人顶礼 这是佛陀规定的 因为这是佛教的伦理 男众七众 男众女众 七众弟子的佛教伦理 你不要解释为不平等 因为没有伦理的话 佛法无法建立僧团 后来呢 佛陀又渡了贵族出家 婆罗门跟佛出家 出家的时候 他说你必须对佛顶礼 好 没问题 接下来他要对出家 比他早的深重顶礼 这时候他看到守陀罗 奴隶要跟他顶礼 他说不 绝对不要 佛陀说放下你的我慢 你入了我释迦摩尼佛的教法 我的规定 后出家的要跟前出家的顶礼 有些贵族他就败不下去 他最后就还俗了 佛陀说走了也好吧 因为这个人傲慢心 傲慢是不可能正悟开悟的 那有些人接受佛的教法 还是对守陀罗顶礼 顶礼以后 其实守陀罗奴隶出家 也不好意思 他说没有 师兄 师兄 欢迎你也来出家 我们是同门师兄弟 我讲这个故事 意思告诉你 佛门里讲 伦理是佛规定的 如果佛教没有伦理的话 天下会大乱的 所以不要解释 佛是男女不平等 讲这句话叫傍佛 为什么 因为佛陀本身 他无我相 他对一切众生是平等 他在佛门制定伦理的时候 你要遵守 你既然做释迦牟尼佛的弟子 就要遵守佛门的伦理 所以古印度 佛陀对印度教很大的震撼 最大的震撼是什么呢 这四种阶级制度 是可以改变的 可是一直到现在 最大近代 大家知道 马哈甘迪 是印度的伟大的国父 也是民主运动 从英国统治印度 而让他独立的伟大的圣者 马哈甘迪本身呢 也是强调 一切众生是平等的 甚至调伏印度教 跟回教 两个要和平相处 对不对 他常说 印度教跟回教 两个都像左右手 两个都是我们的上帝的子民 可是当时因为 马哈甘迪 提倡一切都平等 所以因为平等 所以奴隶的人 可以进入贵族学校读书 他们就反对 最后呢 就焚身自焚 产生很多社会运动 如果各位有兴趣 读印度历史的话 你就会了解 讲了这么多是什么 众生是平等的 请写下来 不要轻视任何不同的族群 不要轻视各种弱势团体 你瞧不起他 那是现在你觉得比他好 可是来一生他学佛 可能他会像农女转身就成佛的 因为在菩提道上 谁先成佛都还不知道的 请看下面的图片 所以下面 这是印度教的画像 佛陀呢 在没有诞生来人间之前呢 他在天上一身补处的兜率内院 释迦牟尼佛没有成佛之前 他叫做善会菩萨 现在呢 弥勒菩萨住在兜率内院 所以在《华言经》里面说 无量无边的诸佛 在娑婆世界要实现成佛 舍兜率降王功 气味出家 苦行穴道 实现这八项成道之前 他的功德力一定会住在兜率内院 一身补助 所以印度人有些人相貌是非常的好 福报也是很好的 所以各位不要乱侵蚀别人 虽然我们是佛教徒 但是我们对一切的众生 要有平等尊重与包容的心 再看 佛陀 下降的时候呢 他是以六牙白相来实现的 妈妈摩耶夫人就是做到这个梦 六牙白相 代表菩萨的六度万恨 各位在过老菩萨 你可以想一想 当你生儿子跟女儿的时候 你做梦是梦过什么 有人可能梦过佛菩萨 有人梦过观世音菩萨 有人梦过地藏菩萨 有人是梦见啊 可能是蟑螂 有人梦见老鼠 有人梦见不同的动物 可是佛陀的母亲 摩耶夫人 是梦到六牙白相 到她来的子宫 然后她就怀孕了 所以佛陀是圣者 这两张都是印度教的图片 好 接下来请看经文 丁二 重述外道因缘分六 看九十六页第十二行 物一 藏满各种祈求 好 这时候阿修罗王就说过去的故事 这个故事有点长 不过我讲快一点 我直接白话翻译 他说我从过去世呢 在多生多结 曾经很愚痴 没有智慧 我曾经有一世是做婆罗门 习外道的咒术 当时有一个人 身体非常的丑陋 就是很不好 来到我的居的地方 当时呢 所起所 求其所需 所有他所求的或取的呢 我是婆罗门 当时我很有福报 我呢 都满他的愿 当时我身上挂满了金银珠宝 然后呢 各种宝冠 我拥有金银耳环 对不对 德国就有个车叫跑马车 不然你现在开了 BMW 对不对 这个是古代的文字 代表这个婆罗门很有福报 出门都有交通工具 叫百千象马宝车 而且车上都挂满了珍珠 樱落 船方宝盖 闲着各种 微妙的这个窗帘 甚至呢 窗帘上面都吃满各种的珍宝图案 还有各种铃铛宝盖 宝网 网罗 铺在上面 所以我的交通工具 是非常的庄严的 当我出门的时候 因为我是富贵人家 所以走路都是 叮当叮当叮当的响的 请看图片 这是贵族印度的婆罗门 这是一位公主 非常的庄严 你看她的相貌 对不对 所以你知道印度人 她结婚 什么叫结婚 就是把所有的金银珠宝 从头挂到尾 种到走不动 两个人要用福的 这个就叫做印度婚礼 我参加过 头上的宝冠项链 各位有空可以去 穆斯达法看一看 那整条的项链 我看可以买半个寺庙吧 印度人是非常在乎的 印度人很爱享受的 因为他觉得人生很苦短 我们享受要第一 所以他们穿的 吃的住的都很特别 那在做连友里面 听说有些也喜欢 印度的文化跟印度食物 那有些人不喜欢 印度的文化简单讲 酸甜苦辣都很明显 辣的很辣 甜的很甜 酸的很酸 所以你看 这就是印度的贵族 答案从哪里来 过去是他修福报得来的 他旁边有很多的 公妃才女眷属 再看他的先生 相貌是非常好的 印度的贵族 大富长者 他们的相貌 也都是多生多节修的 他们穿的衣服 都是丝绸的 所以古印度 印度曾经是几千年 古老的文明的 这都是他们修来的 好 再看经文 物三 贡言式黄牛 富有 他出门的时候 除了大象之外 还有一千只黄牛 然后颜色非常的好 帮他拉马车 甚至黄牛的身上 还挂满了白银庄严 他的马蹄 黄金 庄严他的牛角 又以珍珠珍宝 作为庄典 接下来 他还有很多的女佣 富物寺 富童女 妙依 他出门的时候 有一千个童女 佣者 侍者 来服侍他 这些佣女呢 童女都是精挑细选的 有一点像中国的皇帝 三宫六院七十二兵妃 身体非常的脚好 相貌端元 而且都很年轻 头上戴着天罐 然后呢 耳上挂着铃铛 种种的衣服 都有腰带 甚至呢 宝剑 戒指 什么东西都有 如是种种 庄严其身 那你想想看 他有没有福报 当然有福报 有这么大的福报 又肯做不失 可是有一个问题 他的心是染污的 再看 下面 婆罗门 印度婆罗门 古代交通工具 出门都是呢 要有四个人抬轿子的 对不对 我想现在呢 很少人有抬轿子 只有马祖出巡 才会抬轿子了 对不对 各位你看过台湾呢 马祖是民间宗教 全台湾出巡的时候 哇那是很疯狂的 所以你看 印度的贵族 奴隶就永远做奴隶 贵族就永远做贵族 可是从佛陀的眼光 做贵族的人 要存好心 不要虐待别人 要存好心 多帮助别人 不吃贫穷的人 供养三宝 你的福报才会增长 做奴隶的呢 假如你遇到好的主人 是你的福报 若你遇不到好的主人 也是你的业报 再看下面 印度人很享受 在印度文化里面 认为人生就是享乐的 他有健康 有财富 有性爱 有永生 这是印度文化 我再讲一遍 第一个 他要有健康 印度人非常爱美 吃穿入 从头到脚 从里到外 都非常喜欢打扮 健康 美丽 是他很在要的 第二个 什么是人很快呢 就是要有钱 钱非常重要 各位听到了没有 钱非常重要 我看有些人已经睡着了 你们不是都爱钱吗 对不对 钱钱钱钱钱 印度人也很喜欢赚钱 所以他满脑子 一辈子都要赚钱 第三个叫性爱 这个中国人会比较不能接受 因为他觉得 天地之间最快乐的 就是男女的欲望 所以他们印度的人是 行为呢 是很复杂的 而且印度人 你看这张图片里面 印度的男生 除了有太太之外 还有很多的妃子 或是用人 是供他玩乐的 这是不好的 从佛法角度来 可是在他的文化里 就是这样 第四个得到永生 就是这一生呢 要到Ganga River 不管你是有钱 没钱的人 要到恒河里去洗一次澡 洗完 你往生的时候 将来你就会回到梵天 这是印度的文化 从佛法来来讲 假如你不守五戒十善的话 那你不存好心 造善业的话 这些福报是会用尽的 比方说 释迦摩尼佛是太子而出家的 他拥有印度所有转轮圣王的福报跟功德 各位有没有想过 释迦摩尼佛为什么不以国王生 弘扬佛法呢 对不对 在南传跟北传 正教是分开的 西藏佛教比较特别 我没有政治立场 师父是讲教义 西藏因为历史跟文化的因素 政治跟宗教是结合的 这是有很多的必病的 但是不得已 但是在南传佛教 你看 政治跟宗教是分开 大乘佛法 虽然出家众也可以度文武百观 但严格说 政治跟宗教最好分开 免得宗教被政治利用 释迦摩尼佛本身就是印度太子 记不记得 阿斯陀先人 为静放王说 你的儿子有两条路 一 不出家 会成为印度转轮圣王 统治无印度 第二 若他出家修行 成为三界导师 就近觉悟的佛陀 可惜我已经老了 我看不到圣者成佛的脸 所以事实上 佛陀是有功德做转轮圣王 但佛陀为什么会放弃国王的王位 而出家呢 因为国王的王位 简单的说有很多原因 权利跟欲望啊 会让你迷失自己的 好 接下来再看 请看物五 施上位饮食 好 这位波陀门呢 对于贫穷的人非常有福报 他会不施各种饮食 给各种贫穷的人 请看经文 富有无数百千杂宝之法座 座位也装满了各种金银杂宝 居具有无量无边 而且呢 有牛羊数百万 因为印度人喝牛奶 是直接挤牛的 然后呢 以及牧放人也有无数 所有天上美味的饮食啊 这位婆罗门都很有心量 供养文物百官 跟他的好朋友 甚至贫穷的人来跟他乞讨 他愿意布施他的食物 所以佛门里面常说 法轮未转食轮仙 觉得你还在没有听闻佛法之前 你若可以吃美味的食物的话 你的心情会非常的愉快的 就像精明佛学社 要谢谢他们 底下也准备非常好的素菜 让很多下了班的年轻朋友 或很多佛友 你在很感当中 你还能够吃饭 而听闻佛法 接下来再看物六 供宝狮子座 又有无数的宝灵 无数的金银 狮子宝座 无量的金饼 妙帆 然后船方宝盖 无数的七宝 庄严散盖 具足这些种种 做广大的布施 所以印度要做无哲大会 而且请了很多百千的小的国王 这里的国王就是古代的部落的酋长 像佛陀在世的时候 他有八大国王 像敬范王 拼波索罗王 或是琉璃王 这些都是佛的大护法 佛经理讲小的国王 其实国王以现在来讲 使当时一个部落的酋长 都会来集会 好 集会做什么呢 请翻过来 很不幸的是 这个人很有广大的福报 广大的权势 也有布施的心量 但他的心机很重 独心很强 请看经文 九十七页 丁三 起恶心 害众生 请看经文 这时候 有百千的国王也来 有百千的婆罗门 也有来聚集 也有无数的百千万众 差地立众也来集会 而时的我 我就是指那个阿苏罗王 以前在轮回里面 做婆罗门 心怀一怪 对于当时 他非常的傲慢 唯我最尊 有最大的权势 统礼大帝 所以为什么刚才 师父讲经才劝你 佛劝我们 不要羡慕富贵 因为富贵学到难 就算你做了国王 你的权力很大 中国有一句话 半军如半虎 皇帝是很可怕的 你不要因为 靠近皇帝 你很有福报 皇帝发了脾气 说去把你脱了 斩了 你就斩了 对不对 所以其实权力跟欲望 是会让我们迷失的 所以接下来请看 我当时依婆罗门法 专门的呢 为众生做忏法 做广大的布施大法会 也做忏法 忏除我素式的恶业 可是啊 我却动念头 想杀当时来参加的 诸刹地立门 为什么 因为我看他不顺眼 还有 刹地立门 都会带他的妻子来 我起了贪心 想要占有他们的妻子 甚至呢 把刹地立呢 杀了以后呢 我还拿心肝来剖废 而且祭天地的鬼神 所以当时我的心 是很狠毒的 可见这个标题 请记一下 不要起恶心 伤害众生 这是菩萨界 修大悲观音法门 有很多方法 第一个 你要原谅自己 也要原谅别人 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圣人 请你写下来 原谅自己 也原谅别人 第二个 不可以伤害众生 跟报复别人 第三个 不可以诅咒别人 请你写下来 这个不在幻灯片里面 这是我要补充的 我再讲一遍 修观音法门 第一个 先要原谅自己 也要原谅别人 每一个人都会做错 我们有时候 人不要得理不饶人 你要给人家机会 就算人家做错了 永远要给他一个 多一次的机会 你想想看 假如你今天做错了 你也是不是希望你的朋友 我连友给你一个机会呢 对不对 有时候你不小心讲八卦 言者无心 听者有意 结果伤害了别人 要跟人家道歉 不要心量那么小 我常常说 我观察到有些佛友很好 有些佛友嘴巴念佛 门是开着 心是关着 勾心斗角 明真暗躲 你将来是 阿弥陀佛的 真的 你不要觉得 你可以骗很多人 你骗不了佛菩萨 天龙八步 他们的寿命很长 佛在世讲经的时候 他都听过 他知道什么是如理如法的 所以 第一个 你要原谅自己 也要原谅别人 第二个 不管直接 间接 有形 无形 不要去伤害众生 你常常伤害众生 放高利贷 或是用电话恐吓别人 我动不动呢 就控制别人 这些 你将来 生生世世 都会被人家控制 有些灵友 常常会跟我说 师父 我觉得我工作 都很辛苦 我常常都觉得 别人在控制我 这除了你自己 有恐惧 恐惧不安之外 只是我 不好意思 跟你讲真话 为什么 因为你过去 是也恐惧 恐吓别人 也控制别人 举一个例子 各位在座 很多家里 为了孝顺爸爸妈妈 也可能请 印度尼西亚 跟马来西亚的用人 可是我就看过 有些人对用人 都是很残忍的 很侮辱用人的 你为什么要侮辱他呢 他也是人啊 他为你服务 煮饭 洗衣服 你家里共观 世音菩萨 可是眼前啊 这个用人啊 你就对他 很不慈悲啊 观音菩萨 不会保佑你的 他会让你吃苦的 第三个 就是不要诅咒别人 诅咒是很不好的 因为诅咒 会有生生世世 很复杂的恶业 所以请看 科叛丁山 起恶心 害众生 现在我讲一个故事 佛在世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婆罗门 因为被外道怂恿 他想升天 有一天 他到一个婆罗门的天神 就跟他讲 我想要升天 因为我觉得天上很快乐 请问有没有什么方法 那个外道的婆罗门说 有 你要杀 一千个众生 每个众生要砍断 他的大拇指 把他串起来 串一个项链 挂在你身上 那一天 你圆满的时候 就可以升天 他因为被权力跟欲望迷惑了 结果他真的很想尝受 他也不择手段 他就先从他的佣人开始杀 杀一个 就留一个拇指头 杀了九百个 他非常的高兴 最后他又去见那个天神 怎么样 他说很不错 你继续努力 你在杀到九百九十九位的时候 你要再来见我 因为最后一位是最难的 他说好 那我就继续杀 他非常的残暴 碰到任何的情况 就买用人 然后就把他杀了 然后呢 他就把所有的这个大拇指 串起来像项链 挂到九百九十九位的时候呢 还差一个嘛 对不对 他就去见那个天神 他说 接下来最难最难 要考验你 对我这个婆罗门天神 有没有信心 你要杀谁呢 杀你的母亲 你的母亲跟你血缘关系很深 所以他的精气神血啊 是最纯的 你杀他 你就可以满你的愿 这时候他怀疑了 我可以杀别人没关系 因为别人是别人嘛 可是你要杀我的母亲 那是我的母亲啊 他杀不下手 这时候呢 他就很犹豫 在走在回家的路上 你知道谁出现了吗 释迦牟尼佛现身了 佛陀现身的告诉他 善男子啊 你非常的愚痴啊 你内心为了得到长生不老 你就听到外道的思想 你就杀身 其实杀身会带来多病 跟短命的果报 我知道你现在心中很挣扎 因为佛陀有神通 就跟他说 你现在最挣扎的是 你要不要杀你的妈妈 对不对 就他吓了一跳 佛陀你怎么知道 我的心呢 他说我当然知道 佛陀跟他讲 父母的恩德 懂得十方诸佛的恩德 怎么可能连你的母亲都杀呢 那时候佛啊 讲他还是不太相信 最后他就想离开 因为他心中恐惧就要跑 结果他在跑的时候 佛陀就追 最后呢 佛陀就又挡住他 说善男子 觉悟吧 佛陀就献神通给他看 看到了什么呢 看到了地狱 他说你若杀你的母亲 你立刻会堕地狱 而且会万岁万岁万万岁 你都在受苦啊 所以杀一千个众生 你并没有得到长生的果报 你是邪剑迷惑了你自己 何况母亲的恩德 你来报答他 最后他看到了地狱啊 他放声大哭 所以他的母亲就没有杀 还好他只杀九百九十九位 最后他跟佛忏悔 就跟佛出家修行 佛说我可以接受你出家 但是你会很多的病痛跟痛苦 因为你九百九十九位的杀生的业 要透过诵经 做广大的功德 不失忏悔 甚至要做无量的功德 你才会忏除恶业的 从这个故事可以告诉各位 不可能因为杀生 而让你的健康长寿 同样的注意听 很多老菩萨都会听人家乱乱讲 哎呀 你吃素啊 你身体很凉啊 师姐 我告诉你 你要吃捕啊 要吃鱼啊 还有憋你就会长寿 脑筋不要坏掉啊 不可能你杀众生 然后吃捕你会长寿的 真的 相信师父的话 你既然学了佛法 你要知道病痛是自己的恶业 你可以照顾身体 各位新加坡喜欢吃榴莲 也喜欢吃燕窝 然后吃很多补品 那你就尽量吃吧 但不要杀生 来做你的补品 答案 那是不可能补你的 虽然中医可能会说 哦 你的身体比较差 需要铁质 盖质 但是呢 你 那是考验你 自己对佛法 有没有信心 天地之间 不可能杀众生 而让你吃捕 你会长寿的 那绝对是违反因果的 好 接下来我到这里做一个段落 其他的故事我明天再讲 我今天想教各位念佛法门 请翻开一百一十页 念念不忘 关于观阿弥陀佛 我明天会教 然后今天我先讲教义 各位看一百一十页 第二首音乐欣赏 念念不忘 好 可能有部分的连游 可能你在海音谷是听过 没有听过的请专心听 现在呢 我先 sorry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刚才没有关掉 好 我现在放音乐给你听 你先听 然后呢 第一遍先用听的 然后呢 第二遍 我希望大家大声唱 但有些老菩萨可能会不太习惯 为什么 在南传佛教里 严格说 你参加泰国斯里兰卡的禅修 是不可以有手机 不可以用电脑 也不可以听音乐 没错 在南传里 戒律是很严格的 是告诉你 过午不时 你就过午不时 不管你的胃不好 或是怎么样不好 你就是晚上不可以吃东西 在大乘 音乐可以战佛 像佛讲 华严经 法华经 天上的天女 都献曼陀罗花 地势天 大凡天王 都用音乐来赞叹佛 所以在大乘里面 我们会用香花灯果竹 供佛 从此在拜餐 或是在向你们卫塞节的晚会 音乐晚会 都会用佛曲来赞叹佛菩萨 给众生带来法喜充满 这是很好的 尤其在马来西亚 有一个菩提音乐坊 所以他制作很多佛曲 所以马来西亚的佛教歌曲呢 是非常的好的 新加坡最近静中学会 也做了很多很好的佛曲音乐 师父也要随喜赞叹 现在请看 那在这个幻灯片里面呢 在这个音乐里面 你可以看到 请看经文 台湾也有一位叫凡夫 这是他的别名 他是一个虔诚佛教徒 他很喜欢禅 他本身也念阿弥陀佛 更有趣 这个人喜欢弹吉他 所以他曾经有全岛的演唱会 就是唱佛曲 那今天他有很多首 第一首这一次我叫念念不忘 下一次翻过来 111页 因为所以 这是讲无常 112页 烦恼寄菩提 这是各位最喜欢的 金刚般若波罗蜜 烦恼寄菩提 对不对 这三个佛曲都非常好 我会介绍给大家 所以我待会放第一遍 你用心听 第二遍的时候 请你会唱的大声唱 不要害羞 其实唱歌是很开心的 唱歌人心开朗会长寿 你们老菩萨不喜欢 不是很喜欢唱 最喜欢唱的绿岛小夜曲吗 其实以前师父也很会唱歌 我第一首成名曲也是 绿岛小乐曲 唱歌给别人带来快乐 在金刚圣里面 注意听唱歌 弥勒日巴的正道歌 它是会开悟的 所以希望你的心可以打开 那它的歌词写得非常好 所以待会我会解释 我先让你一遍听一遍 第二个请大家唱一遍 第三个我会解释 各位都喜欢念佛 对不对 所以你听听它 念佛 好 词人都知念佛好 知词人都知念佛好 知识明里忘不了 早万年佛已诸相 佛在眼前见不了 不是弥陀不慈悲 不是观音没听到 晚饭烦恼烦恼放不下 人在西方不知笑 不知笑 他的词写得非常好 他的词写得非常好 讲到我们念佛人的弊病 词人都知念佛好 词人都知念佛好 先不要唱 用拼的 用拼的去思维他的意思 吉友则 此事饿盒忘不掉 鸟黑白鸟 酌牛鸟鸟 墙还酊 买 成魂听心笑自响 首遵佛队卒 负阵转 叩 meet佛好心乱祥 万般情愿方故义 人在四方心在家 心在家 可念佛号心幻想 万缘万般情缘放下 第三首 世人多知念佛号 知识功德忘不了 朝山拜佛求苦沙 日日忙碌走道场 不知自信即是佛 求佛即是求自己 识问当年良无的 一生功德有多少 有多少 好 现在我再放第二遍 然后大家可以大声地唱 不要去害怕 大声唱 你的心会更开心 唱歌可以让你长寿 唱歌也可以让你带来法喜 好 一起唱 世人多知念佛号 知识命令忘不了 朝万年佛一炷香 佛在眼前见不了 不是彼陀佛不知悲 不是彼陀佛不知悲 不是观音没听到 晚饭烦恼放不下 人在心放不知笑 不知笑 第一个你放不下的是名利啊 不是彼陀不慈悲 不是观音没听到 彼陀跟观音都听到你的奇情啊 四方式悲 彼陀佛已送 bu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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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问当年良悟的 一生功德有多少 有多少 好 掌声鼓励一下吧 各位唱得很好 好 先看幻灯片 我为什么要放这一段给各位呢 因为我看到各位很多老菩萨都很虔诚念佛 我自己也念佛 也念咒 虽然很惭愧地说 我今生学佛法二十五年 我南传 北传 藏传都学 但是呢 我一样发愿求生极乐净土 应当发愿 愿生彼国 请看讲义 世人都知念佛好 只是名利忘不了 名利不止在家出家 有些人很喜欢名利 我观察到佛教徒大概可以分为三类的人 第一类是很好的人 像在座大部分的灵友都是这样 就是不畏名不畏利 很真诚觉得轮回很苦 所以我学习佛法是为了成佛度众生 这有比较清静的动机 这是很好 也很难得的 第二种人呢 他也很热心 但是有自己的利益 哎呀 佛友你知道吗 我也听过新红法师的佛法 哎呀 很高兴认识你啊 有空希望你多多指教啊 其实他是拿着新红石来做自己的这个事情的 这样不太好 我也没有欠你的啊 我也没有给你付广告费啊 佛教徒跟佛教族之间可以相互关心 不过不要在帮助别人的时候 你得到自己私人的利益 这样你将来果报会很杂染 就像今天讲 佛罗门他有福报不失 但他的心是染污了 最后他剁为阿修罗啊 第三类是更不好的 用佛教的名义挂羊头卖狗肉 打着这个是佛堂 可是却骗众生的财色名十岁 这个将来会多地狱的 尤其很不幸 现在全世界越进步 你会发觉物质虽然很进步 可是我们人类的迷惑会越多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很多宗教的迷信分子 有狂热分子 然后呢 你进去的时候就觉得阴森森的 动不动就跟你讲 我跟你讲的是秘密的哦 不可以告诉任何人哦 你老婆也不可以说哦 你儿子也不可以说 学佛没有什么不可以说的 所以你要有智慧去判断 还有人对到困难的时候 都希望找人帮助 但是呢 你讲了太多的隐私的话 有时候被人家控制 所以这是第三类挂羊头卖狗肉的 就是名利心 很多人也都会念佛 嘴巴念佛 他的心不一定像佛 那只是结个善缘而已 请看下面 翻过来讲义 111页第二行 早晚念佛一柱香 你看他早晚也擦香 可是佛在眼前见不了 其实你念佛的时候 佛就在你头顶 你不用怀疑 你念大悲观世音菩萨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就在你头顶 只是你没有看到他而已 但是没有看到他 并不代表他不存在 他存在 当你了解了这个道理 你就会很谨慎 佛教最伟大的地方 就是告诉你 因缘果报 虽然世间的法律 可以控制坏人 世间的警察 可以管坏人 可是真正要管自己的心 这才是佛法伟大的地方 所以虽然我们看不到佛 但是并不代表 佛就不存在 接下来讲 不是弥陀不慈悲 不是观音没听到 你所有的祈求 你所有的苦难 你所有的发愿 观音跟弥陀都是听得到的 问题是 你的心真吗 你的心真的按照佛经 脚踏实地去做吗 对不对 我说一个例子 各位不要介绍 我的愿心做网站跟DVD 曾经有其他国家的人 飞来新加坡 来见师傅 他说新红法师 你太了不起了 你的DVD做得太好了 我可不可以带回国家流通呢 我说可以 但我有两个条件 一 不可以有版权 版权是我的 现代人喜欢乱乱改 对不对 佛经是法 他很喜欢乱乱改 这是师傅日以继夜用生命做 求佛菩萨加持 而编的讲义 第二个 不可以贩卖 除非我是在新加坡允许过 拿基本功等费 变成为 当地的寺院 或是佛学社教育弘法基金 他本来是很科技的 结果你知道吗 突然跟我翻脸 那我没什么利益 我干嘛要做啊 我愣了一下 你不是说要学佛吗 他说我师傅 我没有利益 我干嘛要帮你做事 我说成佛 不是最大的利益吗 他竟然回答我 太遥远了 我看不到啊 我就笑一下啊 最后呢 我就把他DVD拿回来 自己上网听吧 你看 现在的佛教徒 都有这样的人呢 不是没有 当然是或不是指各位 可能在座人都很好 但是你会遇到 很多的佛教徒 其实都是利用佛教的 将来他有他的果报的 接下来看 万般烦恼放不下 人在西方不知晓 所以我常常跟老菩萨说 念佛的时候 要看自己的念头 念佛的时候 要很虔诚 要很专注 不要念佛的时候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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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好久不见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你说有念 跟没念差不多嘛 念佛就要很专心 你要想 我现在是很专心的念 当然散乱持民也可以 做MRT 也可以念佛 可是念佛的时候 你为什么会觉得 你念了很多的佛 却没有效 有很多原因 其中的原因是 万般烦恼放不下 你人想要去西方啊 可是哪一天你去啊 你也不知道啊 所以前几天 我才会访问你啊 假如阿弥陀佛来接你 你真的会去吗 有些人会怕的啊 对不对 好 接下来再看下面 世人都知念佛好 只是儿孙忘不了 孙啊 真的是很难啊 可是有老菩萨也会问我说 师父你讲佛法很好 你告诉我 老公不是真的 老婆也不是真的 我的孙也不是真的 可是我每天就是带孙啊 孙呢就活蹦乱跳啊 对不对 我说孙不是真的 并不是否定孙不存在 讲孙不是真的 意思说孙他是会变的 你嫁了老公就照顾老公 神的儿子 你的心就担心儿子 神的女儿 你就担心女儿 那再来孙子 孙子真孙真真孙 请问你要担心到哪时候啊 放下吧 儿孙自有 儿孙福啊 你永远放不下的 所以我曾经在很多讲座说 假如你现在断气的话 你问你放不下什么 其实百分之六十人 是放不下自己的家人 情职啊 因为一辈子生活在一起 突然要离开 它是很难的 所以出家是所以孙贵 就是替罚染医 离开自己家人 不是不忠不孝 而是大忠大孝啊 对不对 有人放不下孙 有人放不下什么 你临昂 POSP里面的钱啊 POSP嘛 对不对 或DBS嘛 对不对 新加坡也有 死的时候啊 密码还不愿意写出来 你还是放不下 那你既然放不下 为什么不立了很好的遗嘱 布施就贫穷的人 留一份给你的家人 布施供养三宝呢 师父没有说你要供养我 我没这个意思 你不要想太多 我的意思是说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第二个放不下的是什么 财产 第三个 放不下有缘的人 注意听哦 注意听 假如你的孙 你放不下 比如说阿公 最放不下一个孙女儿 提醒你 你断气的时候 叫人把孙女儿 带出去旅行 不要在他 你断气的时候 在你面前 因为他一哭的时候 你就去不了极乐世界 阿公啊 别走啊 我收你了 你那时候心会冻的 你那时候 阿弥陀佛都会不见的 观世音菩萨也消失了 请止多生多结的缘 所以你觉得 你放不下某一个人 你问自己最清楚 你最惦记某一个人 那呢 希望呢 在断气的时候 用智慧善巧方便 把他安排离开 等他断气的时候 再来看你 所以净土中 为什么告诉你 不要哭 不要动 还有不要摸他的身体 换衣服 当然在医院里面 护士要给他换病床 那没有关系 所以不要动他的身体 是这样 不要像一手 抓着他 抓着他 这时候像五百个刀子 一直这样摇他 那他就会很痛苦 你轻轻地拿床单 帮他换衣服 没关系 他可以感受到你的慈悲 跟爱心的 所以第一个是你的孙放不下 第二个最放不下财产 第三个放不下最有缘 还有没有第四个 有吗 有第四个的话 那你可能要等到来生 才能去极乐世界 真的 你要真的对峙自己的烦恼 不要骗别人 你要问自己 你放不下什么 你就要去努力克服 接下来看经文 坐牛坐马 强欢下 对不对 现在中国的华人 都非常的辛苦 西方呢 十八岁或二十岁 孩子长大了 你就可以出去了 我们呢 要帮儿子买房子 要买孙子买公基金 还要买真孙真孙的教育基金 你干嘛那么苦啊 觉悟吧 不要这样坐牛坐马 坐够了 责任就好了 当然假如你的家人是佛教徒 佛化家庭 师父会很赞叹你 这是你修来的 假如你的孩子 我孙子也让他参加佛学班 青少年 给他这个缘 那你将来就很有福报 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 你断气的时候 你家人不是佛教徒在吵架 师父当过住念很多次 在台湾我也有临床经验 在其他国家我也有 我最困难最困难是什么呢 在法律的角度 我们是师父 我们是联友 但是我们不是家属 我们就没有权利 去改变你的意愿 所以当我去帮他住念 如果这个家 一半是基督教 一半是天主教 又有一贯道 有时候我们要帮他住念的时候 他们会吵架 我们就会觉得障碍很多 所以各位老菩萨 请你写下来 临终的遗嘱里 我要用佛教仪式 做伤葬仪式 不可以杀身 请写下来 不要看着我 这是很重要 不要拍掌 专心听 这跟你生死有关 因为你不写遗嘱 我就没办法帮你 还有一种 说有人说 师父我不会写 注意听 法律上现在录音 录你的声音 我断气以后 全家人都得听我的 做佛教仪式 交给某一个人 全权处理 这样子 在新加坡上 法律也有立足 这样 你不用去改变别人 你就说 老妈死了 我最大 我做决定 老爸死了 我自己决定 我不要你后世人 为我做决定 甚至你的家人 如果有基督徒 建筑教徒 就会尊重你遗嘱 遗嘱有很大的 法律力量 你若不做的话 那是联友跟师父 都会退 这是你最大最大的障碍 第三个 请看下面 成婚定醒 孝子少 现在啊 以前我们古人 早上起来 都要问爸爸妈妈 问候 现在啊 养儿不能防老 假如孩子 可以孝顺你 你要珍惜 就像人生 演一场戏 他能够陪你是你的福报 如果呢 他假如不陪你 你也不要太难过 真正会陪你的 可能是你有缘的师父 还有你有缘的同参道友 所以希望 所有的联友 就像兄弟姐妹一样关心 但是在法律上 因为我们没有权力 所以我们也不能干涉你们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接下来再看 手中佛珠不停转 我们常常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手足都一直念 念得越来越快 心慢一点 口念佛号 心万想 想什么 想财色名十岁 想世间的五欲六成 所以万般情缘放不下 你看 情字这个啊 自古啊 很多的电影 文学 爱的山蒙海誓 水枯石烂 其实爱是会变的 你的心会变 老公跟老婆之间 要珍惜这一生 古文说 要修五百世的缘 才能够同搭一艘船 修一千年的缘 才能够做夫妻 所以作为夫妻 跟一家人 要好好珍惜 要尽你的责任 做你应该尽的任务 但是呢 夫妻落幕的时候 其实就像演戏一样 黄泉路上 无老少 个人走个人的 所以一般人是 万般情缘放不下 人在西方啊 你人想要去西方啊 其实你的心啊 还是放不了世俗的家 最后再看一段 就结束 世人都知念佛好 只是功德忘不了 请看最后一句 世文当年梁武帝 一生功德有多少 听好 达摩祖师见过梁武帝 梁武帝很了不起 我查过他的传记 梁武帝呢 度了很多人出家 而且也见了很多寺庙 其实梁武帝本身可以身作 讲摩赫波尔波罗秘经 但是呢 他有很多的缺点 第一个 脾气很不好 第二个 称心很强 第三个 爱面子 所以他碰到达摩祖师 达摩祖师来中国的时候 他就问他一下 正 建了很多寺庙 正 度了很多出家人 请问我一生有功德吗 其实他问错了 他应该问 我一生有福德吗 假如他问一生福德怎么样 达摩祖师一定会跟他说 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 你的是福德无边的 福德跟功德不一样 举一个例子 现在人家供养师父水果 那我可以发下来给你们吃 我的福报可以跟你分享 福报有有形的无形的 福报你可以跟人家分享 但我的功德不能给你 我脑筋修的界定会 我读的经论 我没办法像发功一样 传给你 对不对 假如能传给你 我一定请每一个人 都拿一个USB来 我传给你好了 答案不是嘛 对不对 答案功德是什么 功德是界定会 功德是要靠自己修 所以你有念菩仙行愿品 跟没有念菩仙行愿品 功德是不一样 功德要靠自己修 佛跟观世音菩萨 只能教你 但修要靠你自己 所以当他问 达摩祖师 我有没有功德 达摩祖师 泼他冷水 毫无功德 他就非常生气 后来他就离开了 对不对 他也不屑梁武帝呢 来护持他 为什么 这个皇帝 脾气很暴躁 称心很强 占有欲很强 半君如半虎 他就离开了 然后呢 就去打坐 一直打坐 面壁九年 等到二祖来见他 雪地断壁求法 就是这个故事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第三个 或许你会说 师父 嗯 很好 我不贪名利 很好 我子孙也大了 我也不贪子孙 你贪什么 贪功德 功德大的你才做 功德小的你就不做 表示你心并不平等 恨 真正要做是 你原来了 我昨天讲 事情来了 你就尽心尽力做 做完就放下 这个世界这么大 当你听到一个善缘 你能够做 你就尽心尽力做 这才叫做 清净的功德 请看经文 看歌词 世人都知念佛好 只是功德忘不了 佛对初学的人告诉你 不要造恶业 要修福修会有很多功德 可是对于第二层的人 佛跟你讲 功德也是了不可得 你若执着功德 你的功德就变小 你不执着功德 功德是广大无边 所以第三层 佛跟你讲 无智亦无德 对不对 在心经各位都读过吧 无智亦无德 没有什么可以得的 因为没有所求的心 你的功德广大如虚空 你看很多人喜欢 潮山拜佛求菩萨 日日忙碌走道场 注意这个不是说 不可以到场去听经文法 它不是意思 而是它说 看到很多人 是求福报 求世间的健康长寿 求名利 求儿孙 求功德 所以忙得脚跟都不着地 很忙哦 跑来跑去 可是他的心是很乱的 接下来看 不知自心即是佛 这个画起来 你的心就是佛 这是从禅宗 开悟的角度讲 我们心本来就有佛性 我们只是往外跑 你不知道 你求佛 之前先要求自己 对不对 你自己都不努力 佛菩萨怎么帮你呢 中国有一句话 自助然后天助 你自己都不帮助你自己 那佛菩萨怎么会帮得了你呢 当然 你恳求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还是会帮助你 因为什么 因为你想改变 你知道这句错 我很想改变 我不要再轮回 不要受苦 你让这样谦卑的心 求佛菩萨 还是可以得到的 所以试问当年梁武帝 一生福德有多少 他福德是无量无边 功德是很少的 所以这说明我们念佛的人 请你好好的念佛 但是心要想佛 还有你的深口意的行为 虽然做不到 但是又要很认真的像佛一样去学习 好 今天讲经久讲到这里 请看九十一页 念回向文 我看时间十点七分 可以结束了 当然又一个问题来了 师傅你这个歌曲很好 可不可以给我 答案可以 我会存在华评的地方 这个没有版权 可以送给大家 这个在网络上目前也download不到 然后呢 你若愿意的人 我正式同意 我会存在给大会 副主席 如果你需要的话 希望他辛苦一下 留个email 到时候他会传送给你们 好不好 就到这样 好 请看回向文九十一页 希望我们今生苦口婆心学佛法 将来能够求生极乐世界 所以请看九十一页 二十四行 我们一起念 愿生西方净土中 一直到九十二页 最后不退菩萨为伴侣 请看幻灯片 这是西方极乐世界 临终皆引途 一起念 愿生西方净土中 九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物无声 不退菩萨为伴侣 好 今天奖金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 假如你还要普贤心愿品 请工作人员在门口辛苦一下 多拿一些 需要的人可以多拿 但是你拿了 不要贪心 要真正用 你可能有最好的朋友 或是连友或家人 他今天没有来 可以 一个人可以再多拿两本 但请你好好珍惜 今天奖金就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明天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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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